中国在南极发现11吨粮食金库 能供1亿人吃多久 这种看起来小巧透明的虾 就是南极的海上金矿 也就是这些长度仅有几厘米的南极灵虾 成为养活南极动物的关键 灵虾不是虾 而是节肢动物里的灵虾类 就算是成年的灵虾 其体长也只有60到90毫米左右 非常的迷你 个头极小的灵虾 寿命只有6年 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 可是体型这么小的生物 为什么会成为全球范围呢 重要的粮食储备呢 事实上20世纪末 南大洋生物资源储备调查就显示 仅仅南极地区的灵虾 就已有50亿吨之多 而且不仅仅是南极 世界各地都有它的身影 其中大西洋的生存密度最高 而且南极灵虾是典型的群居生物 总是喜欢成群结队的出现 惊人的是 其密度有时甚至可达1立方米1到3万只 从高处俯瞰 成群的灵虾就像是一团红云 南极灵虾的数量 之所以如此之多 是因为它们有着超强的繁殖能力 每年夏天 南极灵虾就开始大规模产卵 惊人的是 一只雌性灵虾就能在夏季产卵多次 一次的产卵数量更是高达几千颗 除了数量多 灵虾卵的成活率也特别的高 从卵壳中出来之后 小灵虾也特别好养活 它们既不挑食 也对环境没有太多的要求 水温和氧气其实是次要的 只要有足够的食物 南极灵虾就能不断生存繁衍 就算没有食物 它们也能存活200天左右 因为以浮游生物为食的它们 都将食物转换成 用来维系它们生存的能量 最近几年的数据显示 每年南极海域都有25万吨灵虾 被人类捕捞 作为南极很多生物的食物 灵虾每年也会被鲸鱼 海豹 章鱼等生物吃掉两亿吨 千百年来 灵虾作为维系南极生态的重要生物 每年被其他生物吃掉的数量 约占总量的50% 多亏灵虾有极强的繁殖能力 不然这么大的食用量 早就让它们灭绝了 不仅如此 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还发现 每当海水变酸的时候 南极的珊瑚等生物 就会因此受到影响出现生长问题 但是灵虾就能适应环境 海水变酸的时候 成年的灵虾可以维持 自己体内的酸碱平衡 进而适应环境 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运转 可见灵虾的生存能力有多强 除了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非常强悍 灵虾看起来也非常的梦幻 透明的身体下 最明显的就是灵虾的塞 神奇的是 灵虾还会发光 它的身上有非常特别的荧光系统 这些荧光系统 也分布在灵虾身上的不同位置 灵虾发光的时候 就像萤火虫一样 看起来太梦幻了不是吗 那么 人类为什么要捕捞灵虾 如此多的捕捞量 会不会影响南极的生态 南极发现11吨海上金矿 中国或将成为最大赢家 南极灵虾因为营养丰富 成了各国争相捕捞的对象 最近几年为了争夺灵虾 各国采用的方式可谓是层出不穷 那么各个国家 为何要争抢灵虾资源 要知道灵虾虽小 却全身都是宝 南极灵虾有着极高的营养价值 体内所含的蛋白质含量高达50% 已经超过了牛肉 不仅如此 南极灵虾的体内还富含多种维生素 以及钙 铁 铅 甲等矿物元素 事实上 人的体内有八种无法合成 或合成速度跟不上人体所需的氨基酸 要想补充这些氨基酸 就只能通过吃食物 营养价值丰富的灵虾 也是因此成了人们餐桌上的食物 灵虾的营养元素 不但能为人的身体提供相应的营养物质 还能保护我们的肝脏 为了营养价值最大化 人类还研制出了灵虾油 跟深海鱼油的功效有些类似 这次南极发现11吨的南极灵虾 让各个国家都非常激动 纷纷派出渔船捕捞 那么为什么说 中国很可能会成为最终赢家呢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 前苏联 波兰 日本等国家 就已经发现了灵虾的营养价值 1972年 前苏联就已经开始了对灵虾的商业捕捞 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 到了1982年 前苏联的全球捕捞量 就已经达到了52.8万多 前苏联解体后 日本解体骑成了捕捞灵虾的头头 当时的日本 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 只能不断发展移业 到了2005年 日本的灵虾捕捞量 已经开始被美国 韩国等国家赶超 为了提高灵虾的捕捞效率 挪威直接投入了大量资金 研制出了新型的捕捞设备 挪威也是因此 成了当时灵虾捕捞量第一的国家 每年的捕捞量 几乎占全球的50% 中国作为后起之秀 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 成了灵虾捕捞的最大黑马 虽然我国加入捕捞灵虾的行业 并不算太早 但是到了2016年 我国的灵虾捕捞量 就已经从3.19万吨 上升到了6.6万吨 专业用来捕捞灵虾的渔船 到了2015年也有五艘之多 对于灵虾资源 中国也不是止步于此 为了提高捕捞效率 我国自主研究并成功设计出了 灵虾捕捞船深蓝号 这是我国第一台捕捞加工一体船 有了它 工人就能在船上完成 灵虾的捕捞和加工 之所以研发捕捞加工一体船 是因为灵虾的捕捞 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灵虾的体内存在一种自溶酶 一旦灵虾死亡 自溶酶就会把灵虾体内的蛋白质分解 极短的时间里 灵虾就会腐烂发臭 基于灵虾的这一特性 我国研制出了深蓝号 有效地避免了南极灵虾的自溶酶问题 保证了南极灵虾的新鲜安全 这艘船场120米宽约21.6米 能够在冰层厚度0.8米的情况下正常行驶 有了这台深蓝号 我国就能再不破坏南极生态的情况下 实现高效率 高加工的南极灵虾捕捞 现如今 很多国家的南极灵虾捕捞技术 已经无法跟中国同日而言了 那么南极11吨的灵虾 能供1亿人吃多久呢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灵虾 比普通灵虾大一倍多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灵虾 只是南极中的冰山一角 据统计 南极的灵虾数量大约有11吨 神奇的是 关上潜水器的灯光后 灵虾发出了漂亮的蓝光 这是首次发现会发光的南极灵虾 因为蛋白质资源丰富 南极灵虾是各个国家争相捕捞的对象 南极发现11吨海上金矿 数量上亿的南极灵虾 能供1亿人吃多久 早在20世纪80年代 灵虾就被各个国家制成灵虾膏 灵虾罐头等物 虽然我国现如今的灵虾捕捞量不少 但是灵虾还多是以水产养殖饲料 和一些加工品出现的 很少以食物的身份出现 以大米举例 10吨的大米 就足够一个成年人吃30年 灵虾既不是人类的主食 其繁殖能力还特别强 所以只要保护好南极的生态环境 南极灵虾的数量 是不会出现大幅度减少的 那么人类如此大量地捕捞灵虾 会不会对南极的生态造成影响 毕竟一旦肆意挥霍不知节制 任何资源都有可能会枯竭 事实上 深海中几乎所有的生物 都是以灵虾为食 比如这只水亩 这个海星 还有这只 灵虾被鱼吃 鱼又被犹豫乌贼吃 之后又被大型哺乳动物吃 以灵虾串联起来的巨大食物链 已经扩大到了南极整体 水面上 坐头鲸也在捕食灵虾 这些浮上来的白色形状 是坐头鲸土的泡泡 这是它独有的气泡王捕食法 像上浮的气泡 就形与网一样 不断将灵虾赶向水面 找准机会 坐头鲸会一跃而起 吞下水面上的灵虾 这是坐头鲸的捕猎方式 虽然难以置信 是整个生态系统最重要的一环 然而 仅仅2019年 南极灵虾的捕捞数量 就已经超过了40吨以上 全球变暖和过度捕捞 正在破坏南极维系已久的生态 最后自食恶果的肯定是人类自己 好在 人类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 决定把南极灵虾的捕捞量 确定在每年62.5万吨 一方面是为了杜绝人类过度捕捞 造成灵虾灭绝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其他生物 毕竟灵虾是南极很多生物的食物 如果没有了灵虾 它们也将面临灭绝的风险 截止到目前 全球的灵虾捕捞量仅有20到30万吨左右 南极灵虾的数量只会只增不减 但是我们也不能太乐观 除了生物 我们也要注意全球变暖的趋势 最近几年 南极的冰川已经出现了融化现象 很多生物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如果继续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南极很可能会消失 到那时 对整个地球来说 都是一场灾难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竭尽所能地做到 节能剪排绿色生活 为自己的后代 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